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可以大家做一个交流 很感恩今天在这里有这样的机会 做这样的一个交流 各位朋友可以看见我 是满脸的充满了喜悦 喜乐 可能是我要说一个我的经历 你们会说 哇 怎么会这样 是我现在是被喜乐所充满 但是在十年前 我经历了一次生命的翻转 十年前我是不姓祖的 但是在十年前的十月份 我的大女儿许然在运行根大学 读研究生期间因为车祸去了天国 我们当时唯一的孩子 因为她的走整个翻转了我的人生 这个消息来得特别突然 在那一天就是一点准备都没有 然后直到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就是人完全就崩溃了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难过的就是说 在我回来以后 孩子就安脏了 那个是全部回来以后 那段日子就是特别特别的难熬 就是每天就想着 我孩子没有了 然后我后面我要不要活下去 然后每天有时候醒来就说说 我今天还过不过 然后就想到 我现在反正趁一天吧 趁一天实在不行 我再去死 我明天再去死 我今天我还可以 把今天的马上要做的事 我要起床 我要去洗漱 把这个事情做完了 然后实在不行了 我还可以再去死吗 就是每天就想着 该怎么过下去 因为我孩子走了 我的孩子在美国车祸走了 因为这样的一个真理 让我来到美国 处理孩子的后事 在这一切的过程中 很感恩 我遇见了很多基督徒 他们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帮助 这么多年 也是他们在陪伴着我 可以说每时每刻 比我的家人 比我的亲朋 更关心我 因为他从骨子里 从内心生素来关心我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不是物质 一些温含暖暖 一些精神上 可以这样的帮助 因为孩子走了 你心是空了 空了之后 你要什么拿去 来去重新填满它 很感恩在这个时候 我遇见了这样的 很好的一群基督徒 无论是在米西根 还是在洛杉矶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后来也是受他们的影响 我在11年来到洛杉矶读神学院 然后又在这里神学院工作了两年 在神院担任院长助理 我们就是结束了有一些朋友的聚会 然后引导到我们去认识这个家庭的一些 就是参加了一些聚会以后 开始结束了这些 就是圣经上的教导 然后就是每个礼拜去 就是有这么一天 我可以到这样一个地方去 而且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以前从来没结束过嘛 就觉得比较神秘 然后也很新鲜 跟我们传统的这种说法都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让我去 可以兄弟姐妹有些结束 然后这种关系 这种关系 然后都是自己以前没有不知道的 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关系 也没有什么金钱啊 没有什么领导啊 这种东西 就是在这个地方 起码每天有这样 下了办以后 有这样一个地方我可以去 然后在那里面呢 可以得到一些的安慰 然后虽然就是说 一方面是自己能够感情上 得到一些安慰 但是还是希望我这个 不知道今后路怎么走 然后希望一直就是 祈求上帝啊 你再给我一个孩子 因为我觉得 实在没有办法接受 很多那个 包括我的心理医生啊 都是说 你只有接受他 因为没有别的办法 也没有什么人可以 其他的路可以走 很感恩在我太太50岁 我也50岁的时候 神给了我们第二个孩子 13年我们的第二个孩子 在美国出生 也很奇妙 我第二个孩子也是个女儿 她的生日 跟我第一个孩子 生日是同一天 真的很很奇妙 所以我们这个孩子 英文名叫Grac 中文名叫天教 天给 我就是觉得 哎呀 这个第二个孩子 可能有很多 可能是有一些身体 体力上的好像不足 但是更多的还是觉得 你看我正好 工作可以等于算退休了一段时间 以后就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 不像在年轻的时候第一个孩子那样子 我还要去忙着工作 忙着自己的升职啊 要各种考试啊 现在呢就有更多的时间给孩子 而且在这种经验上面 自己处事的经验上面 就是怎么样带孩子 教孩子 然后跟我的专业 可能也有关系 所以觉得 嗯 真的就是享受这个孩子 所带给你的这种 生命的一种 享受这个过程 真的因为有这样的经历 神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恩惠 所以我们在这个后面的这些年 我们一直在做一些利所能及的事情 而我是15年回中国 啊 做一些职场服饰 啊 我的在中国也成立了自己的一个公司 我公司的名字就叫Colorstone 啊 防脚石 所有主力弟兄都知道 哇 防脚石 是主力弟兄搞的 是啊 就是我现在就是用这个公司 做了很多很多一些 利所能及的事情 也在帮助一些适渡家庭 也在做一些心理护导 也更是更多的情况下 是靠着自己的言行 让别人感到 哦 基督徒是什么样 啊 这就是基督徒 因为大家都知道 国内的生意 生意场环境 大家是彼此之间没有信任 互相拆解 一个生意都真的都很难很难 这很感恩 我公司成立到现在 啊 八年下来了 我们没有遇见 一单纠纷的案子 很平顺 所有人都认为说 啊 你是基督徒 你可信 无论是 个人 还是 国内政府 他们 潜意识地认为 基督徒是可信的 不会说谎的 不会做假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国内一些 生意环境不是很好 最大的问题 就没有诚信吧 很感恩 我们这几年下来 别人对我这样的身份 是个缺口 因为我这个时候 没知道 我就是在做 神让我做的事情 就是在传福音 我只是 我的方法不一样 我不是在围墙内 我不是在 大家给家长道 我就是说 通过我所有的言行 让大家知道 基督徒是什么样 基督徒的少爷是什么样 这样的一些接触 我们在我们生活中 至少有 七十几位的朋友 因为我受我们的影响 信了耶稣 真的很感恩 他们都是一些 在国内所谓的一些 中上层认识 但是他们可能是 像尼格蒂姆一样 不能公开的 表示自己的身份 但是他们会 认识到耶稣 我最大的经历就是说 我从不信 完全不信耶稣的一个人 到最后 小信 然后说神啊 你给我一个神迹 我就信 但是不是这样 神没有 我这样说 神没有 因为我们很多中国人 都是这样 我也是传统中国人 在中国生活了 几十年 工作 读大学 在中国工作 就是说 我们的 没有自己的信仰 我们都是认为 你要让我看见 我才能信 你要给我一个 真实的东西 我要摸得着的东西 但信神不是这样 而我们说 耶稣 你用任何物理的 科学的杀影方法 你摸不到它 你怎么样才能 只有用你的信 阿汗其妙 还没有任何物理 当你完全信服 他的时候 神就跟你说话了 神就信了 他是个活神 我本身经历 就是从完全不信 到小信 到跟神讨价还价 你给我一点什么 我再信 他最后 我是完全放弃了 当我完全放弃的时候 神就完全给了我 我给我的孩子 让我有一个好的事业 都是神给的 之前靠着自己的聪明 总是在跟神讨仙还 神在讲条件 你给我一个什么 我就信你 你给我一个怎样 你帮帮我 就像中国人 很简单的是 我要有回报的东西 没有回报了 我不相信你 就是这样 而现在真正感到 神就是活神 你信就圣经上说的 你信就见 你不信见不到 你不能跟神讲条件 我们习惯 我们的祷告 因为在国内都是这样 祷告 所谓祷告 或者求神 就是说 当你遇到灾难的时候 遇到困难的时候 遇到麻烦的时候 或者手球的时候 才求神 但不是这样 我亲自的感受就是 你越在顺利的时候 越要求神越来越同在 祂的思维 远远高估我们 我们心中所认得好或坏 明和力 在祂眼里 不是这样 很难用我们的心 用我们的想法 去想神是怎么样 神也不是我们的仆人 不是说我想要什么 神就给你做什么 神有祂的方式 神有祂的时间 很多时候是时间没到 神不是不做 是神按照祂的意愿做 不是我们认为好 在神看来就是好 很感恩 就像我现在 就像岳伯书上去 神给了我加倍的福音 我有两个孩子 一个孩子在我身边 我现在小女儿 已经六岁半了 也开始上小学了 大女儿在天上 也将来有一天我也会回天堂 跟我大女儿再见 这就是我信神的一个感受 信神你要完全的信 不能小心 不能讲条件的信 感谢主 对今后的呢 有时候就叫给上帝吧 也许不知道后面怎么上帝会给你有一条出路 就是不用去考虑计较太多 把那些包袱放下 就是我过好现在的 我能够做到的 尽我的力量去做 然后就是感觉跟孩子的相处啊 家庭的关系上面啊 就是觉得现在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认识一下 这是我们的小女儿Grace 跟她打招呼 说小张手呢 嗨 嗨 嗨 很感恩我们一家可以坐在这里 一起跟大家分享 有很多一样 云彩一样的见证人 我们就是 今天我们一家坐在这 我们的Grace坐在这 就是一个见证 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一下